黄一 黄柱哥哥3随时大制作 场面震撼 演员阵容不错 但是非原汁原味就不说了 女主黄一的演技太渣 就一醋弹子 拥拥捏捏的完全没有一点角色 英勇的豪爽和天真浪漫 而且也不够美 黄一演小燕子时颜值已经下降 不再是当年的李玉湖 张嘉宁新版一脸幽梦剧情不错 演员的素质也不错 包括飞云凡 楚莲和绿瓶等 问题就出在第一女主角身上 只怪陈德龙当年饰演的汪子莲看美 已成为经典 张嘉宁版本的子莲 完完全全就是一个整天做白日梦的丑小鸭 比赏 琼瑶翻拍黄柱哥哥实属没有必要 剧本越学越差 主角也越选越刺 包括演技和颜值 李盛试验的小燕子全是赵薇的样子 经典不可超越与复制 新版环珠成了雷剧 而李盛成了最丑女主角 海陆敢试验子莓 不得不说海陆也是勇气可嘉 林心柔试验的子莓 被称为温柔的时光 而海陆版的子莓 除了贯穿全剧的哭腔 可不是常人能hold得住的妆容 在武林观众印象深刻的地方 刘雪华 从1985年出演成妖剧 与成妖结缘后 刘雪华成了成妖御用的女演员 她被称为眼泪皇后 枯功非常惊人 尽管是方凌那年 刘雪华依然不惊艳 是老牌穷女郎中演技值得称赞 但是颜值最低的女主角